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依然是采用伊维克欧胜的底盘 现在左右拖延舱已经完全打开了 整车长宽高在收起拖延舱以后分别是5995×2540×3190 还是非常高大的是一款大额头的房车 它依然是可以上到蓝牌C本就能驾驶的 这一侧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燃气罐的铸藏箱 在另外一侧它是一个置物的翻板 可以在上面放置一些物品 那么后方这里它是一个出水口 后期这样水龙头我们就可以在车外用水了 下方还配有一个220V的电源接口 这款车它采用的是一个3D的设计 低地板 低水箱和低电池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行驶中的安全性 现在我就进入这款对拖房车内部了 因为它走的都能拓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空间有多大 我感觉同时这边有两个 我完全伸长手臂都可以没有问题 然后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车厢内部大约相当于有11个平方 这在房车里绝对是非常少见的 这款车依然是伊威克欧胜底盘 它搭载还是3.0T的柴油温轮沙发动机 匹配是8IT的财富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功率125千瓦 最大扭矩是375牛米 同时配有R度功能方向盘 胎压监测车道偏离预警 以及ESP9.3等等的安全辅助功能 这款车主腹驾驶都是这种悬浮座椅 这样的话乘坐起来也是更加的舒适的 在车前方这里还配备流媒体后视镜 加行车记录仪的一体机 可以保证我们行驶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 这款车总共是一个合载6人的车型 除了驾驶室可以坐人以外 那么在车厢的这一侧 它也是一个四人坐的对卡座沙发 通过降低餐桌卡座沙发这个位置 是可以垫床的 它的尺寸是1米9乘以900 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人的使用需求 这一侧有置物台 上面还有水杯槽可以放置水杯 同时要充电的话也有220伏的无控电源接口 这里是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 可以坐到后方观看 放下来以后 它这个车顶床是非常大的 它尺寸是2米2乘以1米47 基本上和我们家用双人床的尺寸差不了多少 而且两侧都带有外推窗 同时整个车辆内部都采用这种皮质的软包 看起来舒适性也是很强的 这一侧有三人坐的沙发座椅 座椅坐在真特别软 我感觉有这么一座 整个人都陷进去了 是在住车以后乘坐的 行车过程中没有安全带 是不可以坐在这个位置的 下方可以把它全都拉出来 有三个储物抽屉 而且这储物抽屉真的特别大 可以放置不少物品 还可以把它蹬出来 就能变成一张床铺了 床铺的尺寸是1米9乘1米2 一进门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一个置物架 上方以及这些台面都可以放置物品 车内的保险开关在这个位置 如果维修电器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款车内部还有四路监控 也是位于一上车门的这个位置 在车内就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了 那么另外一侧就是厨房的区域了 这里有一个洗衣机 上方它就是厨房的台面了 配有一个洗手盆 这一侧其实是电磁炉 可以在车内制作一些减餐 同时上方还带有一台微波炉供使用 下方这里配备的是一台多美达的冰箱 它有110升 同时这里还有安全锁扣 如果要不使用的时候就给它锁上 卫生间内部的空间其实还是不错的 除了配备一个可旋转的这种 赛特福德合适马桶以外 那么我们这里洗手盆 它也是隐藏式设计的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使用的时候 就给它推到里侧 如果使用的话把它拿出来也特别的方便 那么除此之外 还配备有一个淋浴喷头 我们可以在车内直接洗澡 这款车还配有韦巴斯特的暖风热水系统 在卫生间内还有暖风出风口 即使在天冷的时候洗澡也完全没有问题了 车内配备3000瓦逆元器 930Hz的锂电池 以及500瓦太阳灯板 同时还带有180升的清水箱 和50升的灰水箱 通过面板我们就可以查看水箱的水位 同时也可以看到车辆内部的电量 左右两侧就是拓展操的电动控制开关了 车辆内部其实还配有一个小小的衣柜 就在这个位置 冬天的衣物实际测试过 基本上挂4到5架都没有问题 那么另外一侧 整体式的穿衣镜 也是非常方便我们日常使用的 这款车售价是61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的房车感兴趣呢 欢迎您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